地酒廚飲的廚師 師傅 Billy在這裡 Hello Billy Hello 你好 粉紅色這個是醃漬的櫻花 特別在的地方就是 因為他們覺得一洗櫻花就會沒有味道 顏色會變 直接會用一盤鹽 直接在樹上一摺櫻花 就這樣丟下去 這塊就是豬頸肉 豬頸肉 或者有些日本人會把蛋黃醃進去 然後蛋黃就會變實了 還有會有一點晶瑩突透的感覺 就這樣吃蛋黃 美姐你好 美姐 你好 我記得我第一次見到美姐 我真的怕到 逐點說我怕到賴鳥 你見到她 我不知道為什麼 有沒有賴 原來她人很友善 但她平時不出聲 她的霸氣是外露 臭女兒 煮飯 做運動 生活 有些時間給我真的生活 好像生活都很忙 但沒有工作 但你很開心 你經常說我不喜歡做 我不是不喜歡做 我不是不喜歡做 我不喜歡熬 我喜歡做 哈哈哈哈 Apple Crumble 但是Fusion 因為那些裝飾 Billy師傅 就給了一些紫桑葉 和一些櫻花 我裝飾 哇 很好吃 很好吃 是 Apple Crumble 其實就是澳洲 和英國的人喜歡 叫這個名字 其實 加拿大也是 但在美國 我們那麼流行 就是叫Apple Crisp 從一九二幾年開始 已經有 Apple Crisp 這件事 就記載在一些 美國出名的Coke Book裡面 金油 是一種甜的 Alcohol 來的 搭配甜品 很棒的 所以今天就帶了這支 Apple Brandy 我自己思考 西洋刺繡的達人 西洋刺繡 西洋刺繡 Alissa 歡迎 多謝各位 有些絲帶 冷線 一針一線 很立體的 其實我們在現場看到 是 有些花 還有兩隻鴨 那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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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我在銀行工作 在前線工作 都很忙碌 做了若干年後 就覺得 想有不同的 生活風格 所以我便移民 去紐西蘭這個國家 首先在那個地方接觸了 這些西方的刺繡 那就喜歡了